中国气功十八色 中国气功是中华民族千古以来 用着养生、长生、治病的锻炼方式 中国气功十八色是其中一个功法 其特点是简单、逆学、动作优美 容易使人经过畅通、气学调和、阴阳平衡 精神安宁、筋骨强健、有病治病、无病强生 中国气功十八色是可认可体质的人事练食 尤其对失眠、神经衰弱、肠胃病 及肤心系统疾病有特别疗效 据不完全统计 现在世界上每天练食 中国气功十八色的人数超过150万 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港国家和地区 只要你有恒心、坚持练习 你将永远保持青春、永保健康 太极气功十八色 现在我们开启练食了 首先请大家明白 练食气功我们的主要的要求 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 全身放松 所有的动作不要太看得那么紧张 慢慢地反复地练食 以后我们的动作一定能够保持正确 现在我们开始练食第一次 体式调食 首先我们要学习怎么站 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这是两枣平铺与肩同翻 两个枣肩跟两个枣根的位置 要保持同样的距离 就是说不要外发指 也不要了立法指 主要是为了达到整个练食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身体能够平稳 好 现在我们开始 练食第一次 起式调食 两手慢慢地从松前向举 与肩同翻 与肩同高 找关节现象 同时下蹲 两手下蹲 就完成了第一次了 好 我们再来 上来的时候 记住要慢慢地上 上去的时候找关节现象 同时下蹲 上来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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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开阔松怀 两手慢慢地上去 与肩同翻 与肩同高 两手手指互对 慢慢地拉开 抗松 然后 腿过来 也是到原位 我们两手手掌下按 同时下蹲 这样子就完成了第二次 我们再来 上来 手指互对 拉开 回过来 手掌转向 同时下蹲 上来 吸 继续吸 继续吸 继续呼 吸 呼 第三次 飞舞彩虹 两手慢慢地上去 放在头顶 重心放在右卷 左手拉开 右手手掌上着自己的头顶 头部转过来 看着自己伸出来的左手 慢慢地重心往左 手慢慢地转过来 伸出右手 这样子就完成了第三次 往左是吸 往右是呼 身体不要动 往左是 呼 吸 呼 呼 第一次是 轮背分拥 首先下蹲 两手拷插放在七关节的前面 右手在里 左手在外 慢慢地上来 到頭裡慢慢的分開 手心向外同時下蹲 上來是吸 下去是吸 吸 吸 第五是定步道轉弓 首先站好馬步 兩手平放 掌心向上 先做右手 眼睛看著自己的手 慢慢的往後拉 然後再往上轉動我們的風格 三百六十度的轉動 再往前推 推的時候同時收 再對著手 再往上的時候 前面的手慢慢的走 掌心向上 記著推收是要同時 上來的時候是吸 推動 貼動 還要再往下 刺動 沒什麼 再往下 就是 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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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爬 爬 第六是狐心花船 首先下蹲 两手自然下垂 放着大腿两头 然后翻掌 慢慢的身体上升 尽量的抗松 两手上举到头顶 手脚往下 同时下蹲 翻掌 往上 往上 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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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是肩前脱球 首先下蹲 先做右手 两个脚跟同时离地 翻掌下蹲 看自己的手 蹲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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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吸 呼 后对像抱一个球一样 在器官节的前面 然后慢慢地往上心 上左边 转动身体 脚不要动 尽量地看自己上面的这个手 然后再把这个球接过来 在器官节的前面过 然后再慢慢上身 转到右面 左右为一次 下来的时候是呼 上来是吸 呼 吸 呼 呼 第9是转腰推掌 首先站好马步 两手手心上上 放在腰旁 找关节往后 不要横放 然后先做右手 掌心上外推出去 以腰带动 手关节要起着 用劲 然后翻掌 以腰带动 把手收回来 转正 然后做另外一只手 推出去 要用劲 翻掌收回来 也要带三分的劲 推出去 是呼 你腰带动 稍微来 是吸 呼 吸 呼 吸 第十四 马步 匀手 首先站好马步 左手 比上 面前 注意所有的关节 要保持圆滑 右手 翻在大腿的前面 眼睛看着掌心 以腰带动 慢慢地向左边转动 然后两手交换 再以腰带动 转到右边 向左 是吸 上右 是呼 注意大腿不要动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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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十一时 脑海关天 首先 左借 往前跨出一大步 两手咬插在七关节的前面 右手在你 左手在外 重心慢慢地往后移 上心 手到头顶看天 然后分开 以腰带动 慢慢地下来 飞幅圆状 上去是吸 下去是呼 吸 吸 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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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是推波作浪 首先也是左车往前一步 重心在左车 后面这是脚跟一地 然后两手上去 比那个尖少高 然后慢慢重心往后 手放在腰的前面 然后再往前推 下来 是吸 推下去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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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是飞隔斩刺 也是同样的 左车往前一步 重心在左车 两手上举 手指互对 然后慢慢的打开 重心往后移 前面的车 是脚跟垫地 脚尖离地 然后慢慢的飞幅圆状 然后慢慢的飞幅圆状 打开 是吸 回过来 是呼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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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呼 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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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星 身背冲船 首先站好马步 两手阿船 扶口向外 放在两腰的两旁 找关节 找关节 往后 先准左手 向外面直线打出 用力镜 然后翻船 往里收 放回原处 另外右手同样的 用力镜打出 翻掌 放回腰旁 出去 呼 收回来 吸 呼 呼 呼 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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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是大雁飞翔 首先身体下蹲 两手自然地放在大腿旁边 然后爪根跟着身体 慢慢地离地上心 下来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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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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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转转飞轮 首先身体下蹲 手脚慢慢地往前从左边开始 身体慢慢地跟着上升 在前面划一个圆 慢慢地下来腰不要动 屁股不要往后 上来的时候吸 吸 上去吸 呼 反转飞轮 反转飞轮 一共是做每边三次 三次以后反方向 反方向从这里开始 上来 吸 呼 呼 呼 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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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 呼 呼 っ 呼 吸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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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呼 十八支按掌停器 首先上蹲 两手在面前去关节的前面 蹦气上来 记着找关节要平衡的上来 到松前关掌下按 慢慢的身体同时下蹲 上来吸吸 下去 吸 吸 最后 要是正式收工 我们最后这一手 就不用再下蹲了 两手这样子往下 放在大腿的旁边 把气收回丹田 少林战装是我们锻炼内功的主要功法 站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 坚持锻炼 首先我们要站好 因为这一个功法是一个进攻 两脚平衡 与肩同翻 或者是稍微翻于肩 脚指呢 稍微呢 内扣 不要外拔指 七关节慢慢的下蹲 七关节的投影 不要超过我们自己的爪尖 腰要松 要直 屁股往下 不能往后 或者是往前 两手上举 这个这些筋量的大 让我们的肺活量增加 中指到我们的那个脚关节 这一段要跟那个地面 成那个水平 手指 大拇指跟食指 成一个打开的 成一个英文字母 一个U字一样 其他的手指 松直 自然的 上前身 手掌 要喊掌 不要这样子挺 喊掌 就这样子 头部 不要转动 也不要后仰 或者是低头 眼睛平视 就这样子 坚持 练习 刚开始的时候 一分钟 两分钟 慢慢地 增加 看自己的体力 要增加 就这样子 保持这个姿势 我们的力气 就能够锻炼出来了 记住 要是我们觉得很累很累 我们呢 可以稍微活动一下 或者是用心 用自己的心 来检查一下 自己的身体 姿势 姿势 正不正确 有没有肩上去呢 有没有屁股往后呢 早间是不是 已经没有用劲呢 或者是 肢关节有没有下去呢 用心来检查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一直站到我们因为 需要收工 我们就做按掌平器 首先 肢关节 我们下来的肢关节 慢慢地伸直 手 同时 慢慢地放回大腿的两侧 这个时候 可能发现 两个手指 都滑胀 放麻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 让这种情况 慢慢地消灭了 然后呢 我们再做按掌平器 连续做三次 或者更多 然后轻轻搓手 引气归圆 就完成了锻炼内功的 少年战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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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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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